今天咱们再加自制焦糖奶茶冻 倒入20克白糖 5克红茶 500毫升清水 大火将茶水煮开 并煮出茶香味 茶香浓厚时 再将茶叶过滤掉不要 将茶水重新倒入锅中 加20克白凉粉 用筷子将白凉粉搅拌化开 并再次将茶水煮开 就可以关火了 分别将茶水倒入4个杯子中 放冰箱冷藏会更快成型 茶壶中加5克茶叶 500毫升开水放一旁 浸泡出味备用 锅中倒入50克白糖 开最小火开始炒糖色 炒的过程注意观察颜色的变化 炒至咖啡色时 加点之前泡好的茶水 这样就不用担心炒焦而发苦 这时加上5克红茶 将之前泡过的茶叶也一边放进来 保持小火将水分煮干 直至煮至像这样冒密集泡泡 成琥珀色时倒入500毫升橙牛奶 剩下的茶水也倒进来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 继续煮上2至3分钟 3分钟后整个厨房都是奶茶的香味 我们将茶叶渣过滤掉 奶茶拿去冰箱冷藏一下 口感会更佳 最后将奶茶倒入杯子中 这个分量刚好一家四口 一人一杯 杯子下面的凉粉冻 可以用勺子或刀子将它划碎 咱们的焦糖奶茶冻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更健康好吃 也不含反式脂肪酸或是香精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